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沒有想到晚上的東奧漁港也這麼熱鬧 大家好 我是東奧 今天呢 我們來到了東奧漁港這邊 我們即將一起出去體驗說 坐船出海釣魚的感受到底是如何呢 感覺這次體驗還蠻新鮮的 是因為我們一起在一起這麼久了 可是我們好像從來都沒有坐船出海釣魚過呢 所以今天我們就一起來體驗一下什麼叫做 下夜小搞搞的這種釣魚活動 那等一下我們就準備出發 坐船去釣魚囉 GO 哇 現在最我旁邊的是明哥 哈囉 各位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很開心能揪到你啊 還不錯啦 還不錯 我們揪好久了 揪了差不多半個月有 今天是我們順星268 因為他今年第一次出船 就看看我們今年可以拼到什麼東西 好喔 我就試試看囉 來吧 催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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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感覺有種 生不見底的那種 唉唷 會忘了喔 唉唷 會忘了喔 笑意說到好 有一個人怕死 就是人 怕攻擊 我們過一旁的人 釣三點花錢什麼魚啊都沒有 怎麼會這樣 那會這樣 欸明哥 他現在釣到懷疑人生了 是 等魚啊 人生不如一隻四十八九 可能做的就是 做好萬全準備等他來啊 OK啦 就等等看 我們釣組還在水裡就有吸完 是不是 也對啦 我釣組都已經在船上了 那就給他換相機啊 哈哈哈 有魚在船 唉唷 在船那刻直接開槍嗎 可以啊 在船喔 在船 終於 終於 有拉力 真的還夾的 這是垃圾啊 不要放 不要倒閉 好 好 捐 不要倒閉 不要倒閉 哥 我是手捲 手軟的 手軟的 這太小顆了 這太小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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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帶 YOS YEAH 開穩 喔 終於 咬中 開湖了 開湖了 你看 還不小心喔 可以耶 對啊 給我三個段一群大閃 唉唷 不錯耶 唉唷 唉唷 各位 我們終於開湖了 開湖了 YOS YOS 正點 好啦 我們將它冰起來吧 來 冰起來 來 吹下去 有一隻咬的喔 你看 他抖了 在抖 有 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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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耶 嗚 來吧 吹下去 嗚 嗚 白帶 嗚 嗚 大隻耶 嗚 有 可以耶 可以耶 哈哈 就是很多人的名字一樣 喝派叫人 誰人會知道 裡頭剛才出來 魚啊 電腦都不敢 喔 我終於掉到天亮了 也差不多該收工了吧 對啊 白帶不咬了 那 等一下我們下船後 就準備前往下個目的地吧 嗨 我們回來囉 歡迎回到土豆的工作室 那等一下就來料理 我們今天釣到魚貨吧 哇 好期待喔 這隻白帶魚 是我們今天釣到最大隻的白帶魚 不知道 等一下我們來做料理 料理起來 會是如何呢 在今天我們只留這麼一條魚而已 剩下的魚 我全部都送出去了 然後我們就帶一隻 體型還不錯的白帶魚回來吃 嗯 嗯 光看到它 我的口水都流出來了 那等一下準備開始做料理吧 OK啦 那我們在料理白帶魚之前 我們先處理一下白帶魚吧 雖然說我看到有人講 他們在料理白帶魚之前 他們會先將它銀色的皮膚給刮掉 可是也有一派說法是說 他們是不會刮的 但今天我們就來刮刮看說 我們把白帶魚銀色的皮膚刮掉後 會長什麼樣吧 OK啦 我們刮的差不多就好了 那等一下我們要將白帶魚 打開肚子 把它的脹氣都拿掉 不是吧 它的肚子竟然有魚蛋耶 哇 哇 在清完白帶魚的肚子過後 我們就將它切塊 拿去抹鹽吧 那我們切好白帶魚之後 就在它肉塊上面抹鹽吧 記得只要抹一點點薄鹽就好了 那我們抹完鹽之後 靜置20分鐘再過來處理吧 接下來我們要在這些已經脫水的肉粿上面 加一些番薯粉 這裡有很多肉粿 我們要把肉粿放進去 成分的肉粿 鮮肉粿 那些肉粿 不小肉粿 會不會嗎 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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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分钟后,我们拿出油锅来辣 今天我们的料理方式是想要来炸白带鱼来吃 所以我刚刚番薯粉加的油那么一点点的多 但是各位如果口味没有那么重的话 你们可以少加一点 等油锅一热 我们就将刚腌制好的白带鱼肉下下去吧 炸白带鱼的味道好香喔 嗯,感觉已经炸的差不多了 有那种盐酥鸡汤的香味飘出来 哇,哇,我刚刚都没有搅动它就鱼整个黏在锅底了 虽然说这些肉因为刚刚油炸过程中全部黏到锅底里面 但是我相信它的美味是跟外观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 哇,这种新鲜白带鱼的口感好绵密喔 我觉得白带鱼自己钓吃起来更美味 真可以耶 嗯 只是说各位啊 你们可以分享一下怎么炸白带鱼的方式吗 哇 雖然他吃起來味道就是個魚蛋 但是這個魚蛋被我炸到有一點微酥的口感 剛剛一口咬下 整個魚蛋香在嘴巴裡炸開來 好滿足的感覺 沒有想到夏夜小搞搞 他竟然有得玩 然後又可以把我們的漁獲帶回來吃 我下次我還會再去挑戰呢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